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释海遭遇转型阵痛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 那西族汉子穆本源带领村民探索旅游转型升级之路的故事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这里是有着丽江后花园美誉的云南省丽江市拉市镇 2004年 穆本源返乡创业 发展起了奇马特色体验游 让拉市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成为了丽江旅游的后起之秀 如今42岁的穆本源已成为了村民眼中的致富领路人 随着近年来环保整治 对马匹数量的限制 村里随住可建 破土动工 准备转型开民宿的人家 但让穆本源头疼的是 村民养在家里的马 却从曾经的摇钱树变成了发展民宿的阻碍 华保整治以后了嘛 我们的马匹家说了 有船也被家去的了 然后旅游是越来越难住了 大家每个人都说 愿不愿意开民宿 愿不愿意把马牵的杀杀 有什么困难 禅宿医院的水 我家现实就可以看看 床也有 被子也有 我也老了 没有收入了 我是马也不能牵 要考虑民族来才有收入嘛 前几年早一点钱旅游 现在就提议了两年 两年去住没有收入 你说找不找钱嘛 是吧 你不能那么急着看 我们要统一的规划 在手下得把马牵出去 我大招牵马到十几个 我认为了嘛 你们说的那个人马飞离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验了十几个马 他马看着是我的孩子 我想那个马要飞离出去 那个地在哪儿 你们准备在我们牵到什么地方去 为我所有的手组 都靠这个马 所以我不愿意别人喂 你家里边看起 那个客栈 我家马刷在这里 一大股马那位马十位 我们觉得倒是没味道 但是你城里边的人来喂 怎么住啊 三十块 二十块 不住不住 要不要将马牵到山上集中喂养 村民们的争执 让木本园很是头疼 拉市镇 马帮文化历史悠久 骑马旅游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如今因为环保整治 马匹数量锐减 村民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减少 以前我小孩上学的话 就是不用挠钱了嘛 就即可一个了 现在的话就垂起了 那些草不得云完了 现在的就是四五个月 都整不到以前的一个月了 切马收入减少 村民主动向民宿转型 但马养在家里 对环境的影响始终是个问题 为了将村民家里的马集中喂养 木本园在山上建起了这座新马场 我们准备把马沿到这里 这个马场刷300平马 两边一边150平马 你看这个新马场的规划是 有那个考虑到这些盘污 以后就刷在这里 就从这个槽就会爬到化肥池了 铲子就可以铲起来那一扎扎 就好气力 搞得那么宽就是好气力 然后就留到这个盘污馆 盘污馆就接到了 那旁边的这里就是化肥池了 马场搬上来也是为了环保 才搬到那个离水源远 离拉舍寒远 是吧 离村庄远 那一次解决了环保 人居环境挺身 美丽乡村都能实现 我们就选了这块地 搬到这里了 所以 新马场建起来了 但要想让大家把马牵上山 木本园还需要费上一番口舌 木云期是村里众多牵马户中的一个 一家三代人住在老宅中 前些年靠着羊马牵马 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条件 老不骑它就调皮了 因为骑到这少嘛 它就调皮了 它都有点不激化 这个马就跟自己的脚里 一个扯元一样是吧 所以要把它摆出去 就觉得有点羞不得吧 它会慢慢习惯的 你家女儿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舍不得 你就她一个女儿 那去了学校还不是一样 女儿刚开始上次住的时候 她自己得力生活 你也肯定很担心啊 对啊 那现在多好啊 是不是啊 叔叔 你是愿意开民宿的是吧 对啊 但是你看你这个民宿怎么开 这个灰啊 这个马在的话 人家说八亿塞毙了什么的 我们都比较担心它是吧 这个我们理解啊 这些都能感觉的 我们 现在有些马的话 它喂的就不一样 这个马的话只能用这个玉米面 这个的话它就不吃了 你喂它它都不吃了 你看这个 每家的马都吃的还不一样 那真的不吃吗 你丑化了你 没有 这个马就跟人一样了 有些喜欢吃异的 有些就不喜欢 我的话呢既支持幼马队是吧 怎么说我们农村人嘛 就从小就六七岁开始就犯牛犯马 是吧 一直早期先处了十几年嘛 所以突然要去外面喂嘛 所以呢都觉得有点顾虑是吧 由于近年来对马匹数量的限制 牧云七家的马从十匹减少到了六匹 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家里的二层小楼也因此停工了近两年 2006年开始签马嘛 是吧 就刚开始是一匹马 然后呢签了几年以后 现在是六匹马没有 孩子嘛 还小 还有一个老母亲呢 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们的收入来源呢 都靠这六匹马了 接下来这个房子还买了一张小教授 最近这两年嘛 就把它勾取下来了 如果以前要这样生意好的话 这个房子你看到已经不是这样 应该已经专收好了吧 可以住人了 签马的收入在减少 想要转型开民宿 又舍不得将马签出 牧云七的发展陷入了僵局 村里像我叔叔这样的 这个签马的老百姓 总共有一百五十几户 就我叔叔这一辈子 我重点要做工作的 我只要做得到他们 这个村就可以做起民宿 这已经不是拉市镇 第一次面对转型的挑战了 2006年 立江古城的旅游业 逐渐红火起来 巨大的客流量 使得用水变得紧张 为了满足古城的用水需求 拉市海先后经历了两次扩容 大量土地被淹没 村民不得不面对 湿地少地所带来的问题 靠这个住专家了嘛 农民就住地为主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没人有连牧地 现在呢一个人就保久匪地 地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靠这个住地的话 那以后呢就这个生活 就老百姓有点吃不下了 对不对 第一次的这种淹没地 那以后老百姓已经找不到出路了 那一次的淹没 水就直接淹到家门口了 基本上门也土地了 人就五分地 那自己都吃不饱 比如说养生口啊什么 大家在为生计发愁 纷纷外出武功 沐本源却回到了家乡 他想带领村民 搭上立江古城的顺风车 端起旅游这个新饭碗 2006年的时候了嘛 然后人是越来越多了 传统以前的雪山古城 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了 然后我就跑去古城 想做点遗留 找一个几个拍照的 做一个小册子 就是专门上船 我们拉斯海的来 我这个小册子起到重用了 客栈就会给我打电话 小木过来接几个 要去拉斯海的 我就这样去接我 五六个人就忙都忙不过来了 每天接两三拨 那个游客在这里的话 他们就把自己的马 搶过去给游客骑 看到游客挺喜欢的 每天骑上去50块钱 100块钱做起了这个生意 凭借美景 拉斯海招募来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 村民也靠着骑马观光 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最好的时候 一般七八月费吧 放那个睡觉以后就最多了 那时候起饭以后都别走别去了 马不够嘛那时候 当时旅游湖火的时候 这个季节少年猪 吃它吃肉少年猪 它都拿不及 只有晚上很晚没有游客的时候才拿了 我一天从早到晚都有游客来 一直每天要签个食探嘛 看到他们的游戏域都这个 每个老本戏都是三万五六啊 走的都是钱 每家门户能值得二十几万的 骑马观光让拉市镇民生大战 紧接着圈地跑马 热气球 划船 五花八门的体验项目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的同时 也给湿地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随着督察组的进驻 拉市镇的环保整治工作开始了 穆本园在湿地岸边 建起的休闲接待区 已成了被整治的对象 这个院子是我租下来的这个院子 旁边人家都在记忆了 当时每个来到历价的游客 一看到这个朋友圈就抱了 都要去这个地方 然后每个院子每天接待的就一两千人 刚刚干好 装修好 准备一夜 可以开夜的时候就来了 这里就全部都要拆掉 但是前前后后花了两年的时间 做这个事情 真的 我不想说 我激励的这些事情 要是没有发生在我的家乡 我早就说它只就走着了 但是我在这里我不能 经历了阵痛的穆本园和村民们 终于看到了环保整治的成效 拉士海又回到了曾经山清水秀的样子 每年来自越东的候鸟超过三万只 其中不乏国家级一级保护鸟类 后面环保整治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恢复成草地 恢复成草地就给候鸟清洗嘛 西北利亚飞过来的 来这里过冬的 每年的十二月开始 陆陆续续就会来了 然后四年的私运费他们就走了 环境越来越好 游客的满意度也在不断提升 可眼下村民失去了经营项目 收入却成了问题 有些村民着急忙慌地 将自家院子改建成了民宿 沐本恒曾在外地经营旅游公司 收入颇丰 为了回报家乡 他亲戚所有盖起了这间民宿 前后六年时间 他共投入了1500多万元 但因为设计和软庄的问题 这座外观华丽的院子 至今也没能迎来一位客人 盖好的民宿 却未考虑细节问题 手机放哪儿的 那个灯在哪儿的 村中民宿问题各异 沐本园该如何解决 请继续关注三农群英会 这是船水工的 这很慢的吧 干这个 差不多 钓骨的就差不多三年 这是什么木头 这个是拿木 不便宜 这一家是我们去 这个去的 可以看得到 风景特别好 都做那个猪蛋 最大的民宿 这里看着它舒服 看着这个 这个也得 这个也得拿了 嗯 嗯 但你这个 这生意太险了 还要搞一次这个 隔一的模 不知道这个隔一 这个隔一就解决不了 这个民宿 你花了很大的钱 还没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是不是 这隔壁就没法睡觉了 还好没法 这个村子上了 长城流口积了 头关好点 原来全是洪传的 不然呢 看哪了这个物体 我建议你 像小面积的 是一块没有生意 你再倒面积的 不然全部做好了 又 先过一件 是不是 一小块 还是有这个生意的话 那就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外观漂亮的手工雕花 影响了采光 具有纳西族 民居特色的全木质结构 隔音又成了问题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其道的却都是反作用 这让木本恒十分懊恼 这个院子是从15年 就开始做了 到目前的还有一小部分 还没做完 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然后钱也是 从哪里赚过来的钱 都花在这里 还是不够 从村里刮起民宿风的 那一天起 木本园最担心的 就是出现一个又一个木本恒 为此 他一直在寻求 专业人士的帮助 一让你电话就来了 你这还挺着急 但是我待不了几天 还有转机 对对对 木本园迎来的客人 叫纳日斯 是国内知名的建筑设计师 我做农村的项目 也很多年了 实际上我也希望 通过某一个建筑 能够来告诉人们 应该怎么跟环境相处 自己的文化相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也就跟他说 我是这样吧 我说我支持你 我免费给你做 木本欣是旅游管理专业的 大二在校生 正是在他的提议下 家人将三间民房 改建成了民宿 但在纳日斯看来 这其中却有很多细节 做得不到位 这是一厨房 首先第一条 卫生保障 就是说你看你现在的墙 对吧 如果墙是这样的一状态 你说你这蜘蛛网 对对对对 可以有农村的状态 但是呢 它还是干净整洁的这种 城里没有的 就是咱的优势 我觉得民宿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问题 咱们就刚才说说给城里人 他们是来体验农村生活的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基本的有些舒适度 得保证他们 就你这玩意儿 像桑拿房似的 你这是柱子不是柱子 墙不是墙 什么都不是什么 弄房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洗澡间 就是你可以把这种事 分成几个层次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必须有的 独立卫生间 或者说很方便的室内的卫生间 还有像洗澡 对 就是洗澡不光是有一个空间 比方说这个你热水的来源 你能持续多久 那同时如果要是 比如说四五个人洗澡 洗澡的话 你这水的温度能不能保证 然后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保暖 你看你在木结构里头 你中间要不要加保温层 然后还有一些方便性的东西 你必须要考虑 因为现在的人的生活 咱们都一样了 就拿你这个床头来说 台湾插座 你晚上手机插上了 电以后 手机放哪呢 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灯在哪呢 那你让它从床上 怎么打开它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 肯定是必须的 在专业设计师的讲解下 木本源发现 村民要想开民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怕大家埋头苦干 没人教 没处学 万一走了弯路 赔的都是之前千马攒下的血汗钱 隔壁村的李大哥 之前在丽江古城经营民宿十几年 经验丰富 如今又在自家的院子里 开启了这间民宿 生意也十分不错 木本源决定 组织村民去他家参观学习 对对对 大姐 来了 大姐 来了 大姐 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标筋 看一下啊 看一下 你看我的热水很好的 你可可试一下 现在都不错的 你洗一下 水是滑滑的 处理过的 处理过的 我们这个水是扎熟的嘛 对 它是做了一个浸水处理 对 软化了那个水 软化了那个 上面就在上面 太阳人那里做的 我们那是可能就你家做的浸水的 嗯 差不多 好多都没写过这些文件事 所以以后我们要做民宿啊 还是把它这个写在前面 这些都是写水 热不 保温 还要保温嘛 因为我们做民宿啊 热水一掉注意 我搞了一个太阳人家那个空气来的 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 太阳人家不进了 空气 空气 太阳人家 有点折 我们就慢点哈 好 你看我们丽江的这个 炭盐也比较充足嘛 所以说我就搞了个一百管的炭盐呢 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阴天了 30多多 洗不了澡了 所以我就装了一个你看 空气能的这个浇热器 所以这个是3P的 8间房够了 炭盐就能是一般最低这38度的时候 我就搞了个指示器 然后它就会自作跳 38的就自己会跳了 38以下它就会跳了 24小时有了 抓了这个就24小时有了 木房子嘛 一般都没有这个平台嘛 是吧 太阳能放在上面 这个这团基金放在下面 与表来控制就行了 就用水器是吧 我但是觉得嘛 就是光光一个太阳能就行了 但不是还有比较细了 像继续处理那些东西是吧 觉得特别好嘛 我就觉得应该向它多多学习 第一是水 第二就是还买着几张电是吧 穿街过温我就打算开始干 通过参观学习 村民意识到 要想开好民宿 除了人性化的细节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这也让大家坚定了 把马牵到山上 集中喂养的决心 好 那我们出发了啊 好 走 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马牵到山上去演了 牧主就给我做了很多的四仙古猪嘛 就把我注意写好 所以呢就把这个马牵出去 给自己分开 然后呢 脚里边就准备开那个民宿了 牵到那个山上去 这样才有人来住那个民宿 不然那个家里面的环境也太差了 跟家隔得比较远而已吧 其他的都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把马牵好了 晚上请大家吃杀猪饭啊 好 每年腊月 每呼那席族人都会选定一个好日子 杀猪过年 拉斯海 明年会更好 干杯 干杯 在大家心里 木本源尽管年轻 却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这些年 他与大家一起经历过辉煌 也面临过低谷 只要心里的火不灭 就没有什么 能够难倒这个赶闯赶拼的那些族汉子 欢迎望欢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